灰叔是公认的好丈夫,不管红太郎怎么对他,灰太郎对红太郎都是百依百顺的,不管是抓羊,还是做家务,灰太郎一直是任劳任怨的,除了这些外,就连在发明上灰太郎也很厉害,称得上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发明家,那么你们知道在青青草原中,谁才是最强的发明家嘛,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竟然会是他,并且在面对这个角色时,即便是曼洋洋和灰太郎都会认怂, 在发明这件事上,灰太郎很有自己的想法,并且他的每次发明都能派上用场,毕竟灰太郎把钱大部分都花在了红太郎家,能用来发明的钱并不多,在质量上总是会发生一些不过关的情况,并且每次都会发生一些乌龙事件,不过他发明出来的东西,对曼洋洋村长来说,还是很有用处的,甚至有时候还能抓到灰太郎,虽然曼洋洋每次研究发明出来的东西,都可以帮到大家, 但仅仅是这些却不够的,毕竟喜洋洋的爸爸也是一名科学家,尤其是他发明出来的东西,就连曼洋洋也研究不出里面的奥妙,不过质洋洋只能说是宇宙中最厉害的一位科学家,他在青青草原的时间并不多,真要说青青草原的最强发明家,还得是五大郎,虽然他在剧中出场的机会并不多,但他在剧中也发明出了不少道具, 给灰太郎的抓羊事业增加了不少的成功率,比如他之前研究出来的香反锤神奇战衣等等,这些都是灰太郎所研究不出来的,甚至五大郎还发明过一种东西,能让小灰灰喜欢上吃肉,而这也是灰太郎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,毕竟小灰灰从出生以来,不仅不吃羊,反而还想和小羊们做朋友, 只是灰太郎对于这件发明没有丝毫头绪,所以他一直都没有研究出来,另外狼将军也很擅长发明,他发明出来的那些芯片,将狼族的力量大大提升,也是因为这些芯片,小羊们也遇到了不少的麻烦。好了,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,请点个爱心支持一下吧,想看更多精彩视频,关注肥宅,下期节目更精彩。